好,那大家好,我是Ronny 那我今天的那個提案叫做各資外洩元年 因為最近真的發生很多各資外洩的事情 那所以你們知道嗎?就是在去年10月29號的時候 有駭客在暗網上面賣了那個就是全台灣2300萬人的護震各資 而且只賣5000美元的佛心價格 而且他同時,我這邊寫說20萬宜蘭人的資料 被免費的放在網路上讓大家下載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那知道長什麼樣子 可以去下載,但是下載後請在24小時內刪除 並且僅供協助使用 因為你在濫用它是違法的 那另外去年也發生了就是健保署的前阻密利用職權 調閱了大概10萬多人的資料 還賣給就是中國那邊的國安問題 然後以及最近發生的就是iRent共享機車 他因為資料庫未設密碼等於讓資料庫裸奔 所以有將近10萬人的全民手機號碼 住址地址駕照號碼都被公開 那我想問一下有使用iRent的人可以舉個手嗎? 好,那有收到就是iRent的通知 就是這件事情可以舉個手嗎? 欸,有兩個人收到 對,就是我自己是iRent的使用者 但我也沒收到這件事情 那格上最近也冒出了就是各自外洩的問題 那所以今年可以說是各自外洩元年嗎? 那當然我們政府體制有什麼樣的一些保障 像資通安全署有一個就是通報機制 就是當發生重大資安問題的時候 會有就是要開會議要寫審查報告這些機制 而且事情都要在一個月內完成 問題是去年10月的戶政資料外流 到現在我們好像都沒看到這個流程有在進行中 然後像是戶政資料外流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多的立委或議員都有在詢問官員 那時候就有人說 林芝廟的資料在宜蘭縣的20萬資料都可以找到 而且有他的戶籍地址之類的 那個時候許國勇的回應是說 因為林芝廟選舉過很多次 所以選舉公報都有相關資料 所以這很正常 然後後來那個 這是目前各自外洩裡面資料的欄位 那時候內政府還曾經說 這不是來自於政府 因為他們那個政府 內政府並沒有手機欄位 但是問題是駭客放出來的資料也沒有手機欄位 所以就覺得說政府好像在混淆 對然後 而且2020年還發生了另外一件各自外流 那個時候他們還說 可能資料是來自於畢業紀念冊 那 健保也外洩 那其實我們有什麼保障呢 那其實各自法有一些保障 例如說像是當發現各自外洩的時候 需要依查明 然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還有罰錢之類的 可是問題就是說 查明後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但是如果沒查明 是不是就不用通知了 所以像內政資料外洩這件事情 到現在沒有查明 所以大家也都不知道這件事 然後通知了 萬一當事人收不到怎麼樣 像Irant 40萬人 那40萬人總共沒有人收到 那麼 中法20萬這也是滿可笑的一件事情 那還有一些團體訴訟之類的 那好 因為時間快到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今天到底可以做什麼 那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想說 反正GIV不知道做什麼 我們就來共筆吧 那我們可以先整理一下 各式各樣的外洩事件的時間軸 至少讓事情可以被理解清楚 不同的事件可以不同解釋 不會讓事情被混為一談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各自法可以怎麼改進 例如說 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這個東西可以被怎麼改 以及中法20萬這可以怎麼改 以及團體訴訟可以怎麼處理 然後再來是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怎麼樣就是避免各自外洩 所以其實今天需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一起來共筆吧 謝謝大家